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簡短寒暄互動 凱美雙邊潤潭榮重登場 我方代表團參與 WHA三十幾場的潤潭 就數這場最重要 一開始就先跟 部長提到 這麼多年 他協助我們在各方面的 協助 有幾年因為有新政府成立 我們能夠第一次 而且繼續來參加 這個世界衛生大會 就製造我最大的 致意跟謝意 開場班先感謝因為能再來 WHA美方出最大力 秀筆記大方展現 台美關係有多好 但兩岸關係卻不太平靜 大陸WHA代表團團長 李宗盛快步走 因為在這之前兩岸代表團團長 早已經自然巧遇 我們兩個都在走路 他從那邊過來 我從這邊過去 有碰到中國代表團的 李賓李主任 我們兩個人就握手寒暄 但這場巧遇不單純 一個牛皮紙袋遞過來 林奏妍就離場 隔了老半天李賓才離開 就這樣一前一後 在場外沒有媒體的情況下 意外巧遇 難道雙邊論壇有譜了嗎 目前到這個時候還沒接到 這要從外交系統那邊聯絡 那等一下看看外交系統 有沒有進一步的消息 只能被動等通知 雙邊論壇沒摸到邊 林奏妍不敢說太多 就怕壞了默契 也打亂了整盤局 連上台致死的機會 恐怕也跟著飛 兩岸關係正處於十字路口 走錯一步 恐怕火車相撞 限縮了台灣籌碼 如何盤算 蔡英文總統算盤可得經波 以上新聞是記者戴玟琳和李維廷 在日內挖的採訪報導